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程毅 别再执着了 下载优苦国际版APP 看沉香如蟹吧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浸时追剧吧 丹叔 丹叔 我们走 丹叔 还好他只是晕了 没有伤到妖灵 原来灵霄派上下 都只是你收集妖元的工具 你就不怕我将你做的事 都照告天下 到底是师徒啊 这句话唐娇也说过 不过很快 你就会和他一样 再也无法开口了 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我师父 发现了你的恶性 你便将那残忍的杀害 嫁活给了妖队吗 是又如何 当初事发突然 我不得不这么做 也算是天助我严 让我能借此将你培养成 我最得意的作品 你越是憎恨妖 便越能为我出力 说起来这些年来 多亏了你 唐将对妖最是心慈手懒 要是看到你这些年 对妖赶尽杀绝的样子 定会是失望懊悔吧 不好 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好 她刚刚都是在等妖力吸收 从你们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 死定了 你这些年了 你这些年轻贵 interests 你这些年轻贵 我没用 那不可 你这些年轻贵的 真没想到 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 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 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 早把你这灵霄派给拆了 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 就算吃了妖元 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 恐怕这份力量 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 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